来这里打卡 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申梦哲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好玩的东西 走吧跟我一起去看 说到体育场 读者朋友们可能第一时间反映出来北京的 比如说像鸟巢水立方公体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体育场 但事实上我们今天来的地方 是共和国体育事业的一个摇篮 它的名字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 叫做仙农潭体育场 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这是一份1949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老报纸 上面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篇新闻 叫做庆祝新中国发展新体育 首都体育大会揭幕 当时距离新中国成立 刚刚过去20多天 就有3万多人参加这次运动会 包括工人农民 学生 解放军 普通市民 体现出了北京各界人民的大团结 还有一部黑白纪录片 拍下了当时的场景 能看到 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和朝气 纪录片里面有一句台词 叫做 从来不准进入体育场的工人 今天也有权利参加拔河比赛了 这样一句台词 准确地说出了新政权 新中国 对于中国人民的义务 相公坛体育场离天坛很近 这里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的地方 每年春天 他们会在这举行象征性的耕种仪式 号召天下努力种田 1936年开始 在古迹不远处建起了北平公共体育场 这是一座写入党史 特别具有历史地位的体育场 1949年和195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和30周年的纪念大会 都是在这开的 毛主席生前唯一一次现场观看足球赛 是在这看的 新中国成立的前十年 仙农坛也扮演着国家体育场的角色 现在呢 这座历史地位非常崇高的仙农坛 主要的功能是培养竞技体育人才 著名的仙农坛体校就设在这 北京体育界也称之为神坛 给共和国的体育事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世界冠军 现在运动员在这呢 能生活训练康复 还能上文化课 我们待会就去看看他们平时到底是怎么训练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进来以后这个足球场 挺大的 标准的足球场 看台比较高 这其实已经是 好像是八九十年代已经翻新过一次了 后来建的一个标准足球场 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女足的训练基地 也是他们的主场 1999年中国女足取得历史性的 世界杯亚军的成绩的时候 那一届坑枪玫瑰的主教练 叫做马云安 也是先能谈体校输送的 1994 1995年老甲A的时代 著名的北京国安队的主场 也就是在这里 当时呢 球场实在太过于火爆 以至于很多运动员都要帮忙 检票 卖水 然后下面检球的球童呢 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梯队的成员 这里呢 就是现在先能谈体校的综合训练馆 这里边有乒乓球 有体操 还有一些综合的训练室 像在这一面先能谈体校的世界冠军榜里边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熟人 像这边著名的铁狼头 狼平 马龙 滕海斌 这是体操的 还有张一宁 好 何可欣 这是体操的 非常著名的体育运动员 都是从项文坛体校出来的 说实话 如果不是实地探访 实地打卡 这些事情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在这个乒乓球馆的隔壁 就是体操训练馆 我们在这儿遇到了一些正在训练的小队员 比如这位 看上去特小 对吧 其实呢 人家已经在体校待了七年多 还拿过全国亚军 今天我们寻找一份1949年10月23日的 人民日报老报纸 来到了仙农坛体育场 进行了一场历史和现实的对话 体育事业在共和国发展的七十多年中 曾经无数次地激励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国民 体育事业究竟为何如此激动人心呢 我想在人民日报 这份1949年的报纸中 聂文贞市长当时的演讲词中 有一段话 可以作为今天的主角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我们就必须给予中国的体育一个新生命 使它能为国防与生产服务 使它成为民族的 人民大众的 科学的教育工具 能保卫祖国 和增进祖国人民的健康和幸福 一起飞 你我只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兵替 这一回 wherever you are 你可能会的